一红你啊 以后 你当我的教练 我当你的剑 双人合体 天下无敌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呢 我没有力气 你没有脑子 我们还算天作之合了 收集给我 你要干吗 快给我 我 笼子峰 在这正式拼用我的 未来媳妇 赵一红为我的指导教练 是 教练说一 我绝对不说二 教练说亲一下 我绝对亲两下 干吗 何愿意试两份啊 把你手借给我 没 我 赵一红现在 正式入职 郎子峰的教练 等一下 教练只是顺带 做媳妇才最重要的 那我 赵一红 正式入职 棱子峰的教练 接你媳妇 以后呢 棱子峰同学 如果敢不接教练的电话 服务称六百下 如果敢大声地跟教练说话 跑圈五十圈 如果被我发现 跟同队的女队员 有言语骚扰 或者身体接触的话 跑圈五十 哦 对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她中途想换教练的话 提头来劲 这太苛刻了 这合约 还没赶张吗 可不可以解约啊 大张还不容易啊 现在 盖张已经看好了 你考不掉了 现在要执行 媳妇儿的第一个命令 冷了 抱抱 抱抱 不是这样吗 我要抱抱 无双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阿姨 我想抱回宿舍主 队长长时间不在队伍里 会让大家恐慌的 那 没关系 既然你决定了 就去吧 无双的肩膀 阿姨 我肩膀的事 可以暂时别让大家知道吗 圣运赛就要到了 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担心 我答应你 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手还没好之前 不要开车 让依依跟二豪带你去吧 这么早睡了 我再跟你说啊 你可能很难相信 哥现在可是爱情事业 双丰收 什么情况啊这是 什么情况啊这是 可以啊 胡子 你 你 你没事吧 孙阿姨 出人命了 别叫 还有钱 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啊 我上辈子 到底欠了你和你妹妹多事 这都是你 那是你 对 你 那是你 不 你 赵师傅 啊 我的赵师傅 我得去找我的赵师傅 啊 哎呀 黎虎 你干什么呀 太白天了 你吓死人呐 赵师傅 你得帮帮我 怎么了 虽然我和紫辰是假装的 可是这一次 他真的伤我的气了 我要给他 他打电话他不见 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 我该怎么办 你先起来吧 你这样太吓人了 来来来 快快 你到这儿来 坐下 好好的 你心兵气和地告诉我 怎么了 大叔 你怎么了 他说他在上课 然后呢 我去挂了 他微信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去洗澡 晚点要回 可我等到现在他还没回 足足洗了三天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怎么世上还有你 这么更值得帮我呀 我告诉你啊 以赵师傅的过来经验 告诉你 这个 就是蠢